Hello各位早晨,今次我想說這齣《Fifty Shades Darker》 因為之前我是有看過之前那集《Fifty Shades of Grey》 但我好像沒有在這裡說過,今次就直接說第二集 因為這些電影佛善觸塵其實沒什麼好說 上一集我不怕穿巧,因為現在要說第二集,當然要說第一集結局 如果你是很介意穿巧,就不要聽下去了 第一集完結的時候,說到一個男主角有性弱傾向 很變態,不知道是不是港大畢業 她認識了一個女生,她們很喜歡她 但因為她這樣的傾向,她的女朋友覺得不可以接受 所以到第一集完結的時候,她們分開了 第二集的時候,差不多一開始的時候就追回她 根本第一集的結局就是浪費氣 總之就是追回她,整齣戲就說她們很甜蜜 去到後面,她們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 她們又面對感情上有其他的挑戰 有說到少少女生怎樣對於性弱這件事,即SM 這種情緒比較多一些接受 整體出戲就是這個,主要是說她們兩個 首先說這兩個角色,其實看到第二集 我對這兩個角色的接受程度其實是高了 因為第一集看的時候,我就很不喜歡她們 看第二集的時候,我覺得那個男生都可以接受 那個女生,我甚至乎覺得她是挺漂亮 挺有氣質,而且是懂得演戲 可惜她們拍這齣爛戲,多懂得演戲 都是浪費氣,根本上就是 這齣戲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是很差 首先那個故事基本上就是沒有這樣 第一集你還有一種新發現的感覺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男生原來有這樣的性弱傾向 你不知道那個女生怎樣面對這些事情 你是有些新鮮感 第二集就連…第一集都不太好看 不要誤會 第二集就連這個新鮮感都沒有了 因為她說回舊路 第一集那個女生已經說過 她不喜歡那些SM的東西 覺得很古怪 有點欲她還形 第二集又是說回那些東西 根本上就是一模一樣 整齣戲根本上就是很uneventful 好像沒有東西發生 你知道嗎? 她就去到…我想拍這齣戲那個人 她自己都覺得 所以呢 她就需要在中後段 搞少少危機感出來 弄一些聚機的畫面 不是說男主角的床上能力 而是真的撞了飛機下來 你看Trailer的時候也看到我 我不算穿巧 你看看下的時候 明明是Soft Point 那些這樣的愛情片 那為什麼突然間 有些好像災難片那樣的鏡頭 你都覺得很突兀 那張戲就是這樣 她故意搞一兩個這樣的 但是真的是一兩個鏡頭 勉強 因為那張戲真的沒有東西發生 大佬 所以勉強搞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呢 轉頭就告訴你 其實沒有東西 而且她說性虐那樣東西 真的很厲害 我沒有看過書 我當然不會花時間去看這些垃圾 但是看出戲 你都不覺得她是S.M.M. 根本上就是 你這樣在她的屁股那裡拍幾下 然後找一些性玩具 這些哪是S.M.M. 沒有搞錯 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 我不覺得是有什麼特別 根本上就是 喂大哥 我不是說一定要敵立 但是你至少都要去到 好像港大宿舍那樣的程度 喂你這樣做 你簡直是連港大宿都不如 哈哈哈哈 都離了大譜 喂 如果這樣就是S.M.M. 我覺得那個男主角真的無辜 那個女主角這樣也接受不到 有沒有搞錯 有時候我大力點 我都粗野過她 哈哈 不知道是什麼戲 所以我給她的評分 只能夠低 倒也免得 不要浪費氣 謝謝 謝謝 謝謝